此刻我们来看到在北检外 的确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小草聚集 还有人喊着阿伯不出来 我们不解散 现场把时间交给云函 好 刚刚事情也有提到说 现在柯文哲从下午的三点十分开始 正在重新召开了所谓侦察庭 接受这检方的讯问 所以这结果可能要到录夜之后 或者是有可能到明天 才会出来究竟生压或是不生压 不过我们在这北检外头持续观察 现场的小草可以说是越聚越多 本来稍早的时候可能太阳正大 所以人数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下午大约五点多了 所以看到现场越来越多人是来到现场 甚至高喊着说 如果阿伯不出来他们就不会解散 而且看到包括现场 不仅仅是有小草来做声援之外 其实也包括了民众党 他们的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 稍早也针对说关于柯文哲 这一次明明是因为这金华城案 来到这边做相关了解是否涉及图例的部分 但是这检察官却频频问柯文哲说 这政绩现金的相关金流流向 因此他也就这些事情有罪行说明 来听一下他稍早的说法 我想今天会有这么多的群众站在这里 不只是为了柯文哲 而是大家看到我们的司法 在某种程度上在检掉侦办的过程当中 已经失去了他的公平性 从昨天晚上因为柯文哲主席 他已经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训问 因此他主张他认为太过疲劳 他主张要先休息 结果呢我们刚刚听到的律师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折 是因为原本到廉政署的时候 都在问金华城案 但是当他到地检署的时候 突然改问他务可案 刚刚我们又看到了有媒体报导 现在有两组人轮番车轮站 要用各种不同的案件来轮番的拷问他 想请问一下这个符合 所谓的司法的公平跟公正性 好另外知智涵也提到说 其实现在申请提审被驳回之后 这律师正在讨论是否要提出 相关的抗告部分 而可以确定的是说 此刻这整个侦办的进度 持续的往后拖 那么现场可以观察到 这小草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预计录业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更多人来到现场声援 稍早包括这馆长陈之翰 本来来这边现场精神喊话之后呢 后来已经离开现场了 不过晚上呢 传出说这黄珊珊也会抵达现场 而我们也会持续在北浅外头 为各位关注现场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